原定下个星期开考的中学文凭市筆市 延迟到4月底才开考 中英文科口试取消 中小学和幼稚园在4月20日也不会复课 邓一文报导 距离原定开考日只剩一星期 政府宣布因应疫情决定改行Plan B 文凭市延迟4个星期 去到4月24日才开考 5月25日之前考完 中英文科的口试会取消 实际考试会延期 目标在7月放榜 有考试赞成延迟开考 但认为中英文科的口试不应该取消 担心未能够取得理想的分数 我觉得口试对我来说是可以加分的 其实我有些可能没那么厉害的卷 如果放大了那份卷的比重的话 可能我的位置会下跌了 有校长就认为影响不大 因为考试的改动对所有考生就影响 所以就不存在一个所谓不公平 我想全球的大学都会采取一个弹性的方式 或者延后他们的收生动作 至于中小学和幼稚园 4月20日亦都不会复课 直到另行通知 局方会继续听取医学意见 会最少预早三星期公布复课疫期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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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灭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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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ницOURn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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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Ära 142 速灭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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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g.亚热